为了提供特殊尤其土豆三小利力 白了乡農会七月三号开始到九月二十六号 会到乡来十三川 家庭向乡亲提供吃土豆的好处 也会准备到土豆相关的料理 让乡亲设置 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 利米营养的在地土豆 白了乡農会 现出是在我们华农中心 办土豆的算命算得 因为要提供国三有机土豆 白了乡農会基盘第一条下乡提供 国三有机土豆的话题 各大来土豆所做的料理 来让大家享用 限定毛车老师来教大家 安装用土豆做更多变化的料理 对我们这边要请家政妈妈 来帮我们料理这个花生饮食这个部分 今天主要料理的部分有花生豆腐脑 还有花生饼干 然后以及花生酱娘面 对然后透过这个饮食推馆 教育给我们社区民众正确的使用 花生这个部分 西大人日前的跳到务 来为这段话题很感到劳力气氛 传统说虽然传来做很多土豆 但是大家都仍然要用土豆煮汤 不知道土豆的料理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 有的沦岛传的土豆很多 算是我们这个土豆做的 我们吃的方法 要怎么吃 因为另外一种的料理 他们比较不利 因为那种做法 他们比较不容易做一般 普通是都简单 用菜用煮的而已 但是他还要做另外一种料理出来 可能是要给他们家政办来 给他制作 吃好吃过营养的土豆 补充大家的体力 身体健康也很需要重视 我当家里烈年的节目 让市大人感觉是很享受 现场来到烈年的方式 让乡亲在的厨房放松筋骨 那延时点医学急救方法是由 张兆汉医师研发的 五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按推延时点的上背部 两分钟 然后头部延时点三分钟 假如这里协的还不够专精 我们可以每周三早上去阳错社区 我们有专人在那里服务教大家 还有每周三的下午 还有每周四一整天在农会 都有协长姐排班在那里 不然都会煮七月三好到九月二十六好 还会跟吉他串来选择 现场有好吃的料理 毛巾菜的表现 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事情 欢迎乡亲乳营来参加 既吃点几桌差不多